字幕提供 時事數字,吉祥野 八字 八,對於中坂人真的是吉祥野 對於北韓人,我相信都是 北韓? 對,我們飛去北韓 八字? 八字,對於他們來說 應該是一個很期待的日子 為甚麼? 北韓現在八月會 他們一直在搞很多體育外交 又籃球有聲 聘請了Rockman 壞孩子去那裡教球交流 現在他在北韓很開心 玩得很快樂 因為那裡當然是重金禮聘去做 那個地方挺適合 Rockman也是那些不守秩序的人 不過去了一個好秩序的國家 但那裡有特權讓他不守秩序 可以讓他犯規 對,那裡會很開心 應該是開心的 以他性格 接下來,籃球又搞過了 馬拉松前那一陣子 又說有熱魚損失去跑馬拉松 還有甚麼可以搞呢? 接下來八月 足球? 世界盃也會有北韓 之前也有踢世界盃 也不是一件新聞 搞職業衰國 職業衰國你知道是甚麼 即是戴著臉袖 那些美式那些 即是擋錶錶衣 然後拿回接近車 那些迷雲鎖 即是很多垃圾 垃圾對話 那些其實是造假的 即是他那個不是一個擂台 那是一個舞台 那是舞台 是表演的場地 即是不是一個舞台 讓大家靠實力去贏 當然他們也有實力 因為他們也要訓練 但有劇本 有劇情 即是在哪個位置跌 因為如果你想想 他們是中間角的 即是舞台表演 壞人不會永遠都是得請的 有時候是好人會得請 有時候是壞人會得請 即是令到你很戲劇性 那接下來 北韓方面 8月就會請這些人來 跟北韓 跟日本 日本也會有 大家一起做個交流 透過打摔角 摔角 摔出個未來 即是不玩飛彈 不玩飛彈 在擂台見 在擂台見 我不知道到時候 會請些什麼美國出國手 或者可能請些很邪惡的美國出國手 即是壞人 或者是好人 但我相當在想 美國和北韓的關係這麼緊張 有幾多 好像是樂文一樣 我想看錢 當然 一定重甘禮平 但是 你去到北韓 你敢不敢贏 你敢不敢贏 你贏了之後 會不會讓你安然無讓地走呢 就算你心裡很想贏 可能劇本也要你輸 在美國 大美國主義的地方 派過美國選手去 甚至乎美國人 他會不會做得好這台戲呢 我覺得美國人很尊嚴這方面 真的拿手 配合你 配合你 你給錢不一定會 是很典型的 美國人想什麼方法 是 你忙碎我就幫他搞 這個體育外交 我真的覺得挺不少 不過我是最精彩的 假上假 本身它是假 已經假的了 再去到北韓 再假些 接下來八月 大家看看究竟 美國會不會宣傳 甚至北韓 可能發揮一些公告 應該說你把八字 變成一個無限的負荷 假 然後有一個無限的負荷 無限的假 這麼假的事 八月就會開始了 有一點 無限的行動